《思诚》 《思诚》 大家好 这里是解忧之家 我是你们的解忧好友珊娜 我是解忧好友熊唐米娜 我们来看今天收到的来信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妹妹 认识了十几年 因为都是远嫁 让我们惺惺相惜 但一场失败的婚姻过后 她似乎变了一个人 原本娇生惯养的她 离婚后着了模式的工作 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 更缺少了与家人的陪伴 她像是把自己封闭在了一个 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中 我真希望她能早一点走出来 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经历了一段婚姻 受了伤 然后就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她的姐姐可能很担心她 对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状态 持续了多长时间 因为短期的话 我觉得很正常 但如果长时间在这个状态里 确实让人担心 没错 那我们一起有请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人公 李小娟 欢迎 你好 小娟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您请 就是您和这个 戏里面所提到的 很好的妹妹 你们两个人是 有亲戚关系吗 还是 没有学院关系 也没有亲戚关系 我们就是 她也远加地衡扬 我也远加地衡扬 就是认识有十几年了 就是像亲人一样的 现在 你是今天想要帮她 解开什么心情 我就是想让她 找一个伴侣 就是你信里面提到说 她是婚姻失败了 怎么就这段婚姻 能让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呢 她家里就是独生女 就是只有这一个女儿 就是父母也不怎么同意 远加 但是当时就是 她因为爱情嘛 远加到这里 后面就是 这个婚姻还是失败了嘛 现在就是说 她曾经在工作里面 有孩子吗 这段婚姻 有一个孩子 她独自抚养的 时间有好几年了 你们现在还一起 还都在衡扬吗 还是她已经 一起在衡扬 一起在衡扬 但她的父母的话 就是在老家 帮她带孩子 万一 就是 她在偷偷谈恋爱 但是就不想 让自己身边的朋友 家人知道 没有 我们是在一起上班的 就是 我们开舞蹈学校的 她是一名舞蹈老师 有一次她妈妈 骨折了 就是很严重 然后她都一个人 来回这样奔波 我看她真的很心疼她 我最希望她能打开 这个心结 找一个伴侣 她着急吗 她就是有点不想找 我意思就是说 遇到合适的 你也可以打开心扉 就是相处一下两个人 咱们请出这个 真的信中的这位主人公 朱明珠 咱们问问她 到底为啥打不开心扉 来 有请 你好 欢迎 老师好 你好 请坐 上一段婚姻 失败的经历 你愿意跟我们说吗 当然愿意一起分享 我是那一个 因为我爸妈就 三十多岁才有我 当时我们家 我父亲是特别反对的 就是一个女儿是一定不准远嫁 当时说如果我一定要吃一假 就是说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确实就是我嫁过去之后 我父亲很多年都没到我那里去过 就只有母亲 心疼女儿吗 就是还是去 你是很多年都没有见父亲吗 我们有工作 就是一年远嫁也拿得回去 一趟两趟 那跟着爱情走后 觉得那么爱的那个人 最后他怎么辜负你了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二胎的原因 当时很执着地想要二胎 而且必须想生个儿子 因为我第一胎是个闺女 其实我倒不是说不愿意生二胎 我愿意也生二胎 让孩子有个伴 当时跟婆婆公公最大矛盾就是 就是说你非得这样 我就不愿意 真也不生 我觉得是自然 如果是一男一女 就是做母亲的 当然是一儿一女 是有个好字 但第二胎 顺其自然是女儿 我觉得刻意地去强求是个儿子 我做不到 当时他是起诉法院离婚 然后我是被告 他是原告 所以离婚都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看过孩子 也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 还影响到了我的女儿 到现在女儿心里都有疙瘩 就是不愿意妈妈再嫁 不愿意再有妹妹弟弟 去分享这个母爱 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孩来讲 他会觉得是 我自己就是个错误 才导致我爸爸妈妈离婚的 孩子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怎么样 孩子挺好的 挺优秀的 因为我们是教舞蹈的 我觉得舞蹈是有个自愈能力的 但是在妈妈再找他 那我们朋友就是追求者上面 他是很敏感的 只要就是有追求者 他那一段是很抑郁的 然后他会经常跟外公 就姥姥讲 姥姥你不会也是中男妻女吧 你不会也是喜欢孙子吧 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对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不听父母言迟会在眼前 孩子现在大了 我内心觉得这段婚言 不仅是带给自己伤害 最重要就是家人 不仅陪伴的少 自己做的事情 父母在承担 帮我带孩子 然后孩子呢 也是从小缺少母爱和父爱 当时没有跟父亲那种感同身受 但自己做母亲到今天 我也不同意女儿园讲 我们有一段爸爸的录音 我们来听一下爸爸的录音 我想每一个做父母 都不希望做得好 我觉得家人的那天 我就好像我失去了一切 他一走 把我们的一切都带走了 因为远家呢 我就想到 他一年他也浪费了几滩 家里就剩下我们老两个 不像个家了 但是呢 他单子为了爱情 和我们端着父母的关系 不要北京离家的 到任何城市去 从头开始 最后犯来的是什么呢 是父亲的抛戏 第一分后呢 他一个人在外地啊 开舞蹈学校 每个星期呢 饭家都要开车费了 被我们两个老人 更要独自 敷衍女儿 那真是最难最难熬 的日子 我想 他都熬过来了 现在我看到 我女儿肢力也稳定了 生日也很优秀 我们身体也好 还能美叛他们 所以我不想他再找 怕他再次的伤害 并不想他再找一个 不承认就任 爸爸是不希望他再找的 对 父母都不希望 他是不想再受到伤害 就是 在这个事情里头 你们我觉得 唯一处理错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女儿知道 离婚的原因 因为你是女孩 所以他们才起诉我 这个对于你女儿 未来身心健康 是会有一个 极大极大的影响的 哪怕事实就是这样 可能都应该告诉 自己女儿的事 我们对于再生几个小孩 一个家里头 究竟应该有几口人 等等这些问题 都已经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妈妈爸爸 最后还是不得不分手了 但妈妈爸爸都爱你 你的孩子没有得到 那个妈妈爸爸都爱你 所以你的孩子 才会有一个 极其大的一个不安全感 他会自我怀疑 他厌恶他的性别 厌恶来到你身边一切的人 其实我离婚的话 是忙不住的 是因为我婆婆 对女儿就是产生这种影响 我们才会有矛盾 就是父母给孩子传递什么 其实是孩子看待世界的 唯一方式 奶奶最多只是在他面前说 你要是个男孩多好 快点劝你妈 再给你生个弟弟 给你取个小名 叫赵弟 你看怎么样 只不过就是老人的这一些 听上去 您可能觉得不舒服的话 加重了您和老人的矛盾 其实就是几代人 两代人的观念不同 因为你无法认同他们那个观念 但你没有用柔软的方法去处理 结果就是因为这个 可能自个儿的丈夫觉得 你跟我妈妈也处不好关系 妈妈觉得你是个倔强的儿媳妇 你不听话 越发的拧巴 一个家就变得不可调和了 其实是相处方法出了问题 所以我说上一段婚姻 两个人都是有错的 但是最大遗憾就是带给孩子的 目前是从离婚到现在 是我独自抚养 他们没有来看过 也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 这一些在孩子成长岁月里 都得给他演 就是你看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 寄到妈妈这里来了 再或者爸爸给你打的红包 寄到妈妈这里来了 等到长大了以后 万一有一天 这个爸爸或者这个奶奶 要出现在孩子面前 那么孩子问他 为什么我成长岁月里头 你们一次没来 这个回答由他们去回答 你不用去替他们圆这个谎 但是在孩子成长岁月里 当他没有亲身感受和亲身经历到 自己亲身父亲和奶奶 对他的辱骂嫌弃抛弃 妈妈应该试着让他遗忘和淡化 让他误以为整个世界对他是友好的 让他误以为他的父亲那边 对他也是有爱的 否则你的孩子从小就是带着恨账 你可以心里头恨自己的前夫一万遍 可以在心里头恨自己的婆婆一万遍 怎么这么狠心 怎么会一丁点都不看这个孙女 你可以做任何 但唯独不应该让你的女儿知道 这是做妈妈对孩子的保护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很亏欠女儿 关键就是我离异之后 父母把孩子带到老家去读书 因为我是在博特局工作 但我不想放弃自己的特长 所以我周末都有给学生上舞蹈课 所以一年很难回一趟少阳 就是去看孩子和父母 你没有想过说去改善一下 跟女儿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吗 离婚之后撑了很多年这种状态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过年因为大年三十才放假 初六就要回衡阳去 初七要上班 但陪伴她一个星期之后 知道妈妈又要回去了 看不到妈妈了 孩子疯狂地追着我车子一直在跑 就那一幕之后 把公务员的工资了 辞了之后就跟你的姐姐一起开了舞蹈学校是吗 对 现在目前的状态是 只要不给学生上舞蹈课 我就尽量开车回去 一个人每周都要开三个小时车回 三个小时车来 还是在分居呢 跟孩子 但是从一年一次两次到就是 每个月都能陪伴她 所以孩子也是被您放弃的 对 你把她看得不如自己的追求和事业和爱好中 当时离异我有经济压力 你要知道在那个字上面签 独自抚养的那一刻 这个经济压力是很大的 独自抚养她也必须得付抚养费的 没有 她提出来不给 那也必须得抚养费 这个是法律上必须得付的责任 你不想要 她都必须得履行 事实就是说是因为她先提出不给抚养费 我们才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不给她看的 我们当时也觉得你竟然这么想要个儿子 因为马上她就再婚再养了 我们当时就觉得不想再影响孩子了 我这类型觉得很亏欠孩子 但我爸妈也没有说穷到非得要我去奔事业 我们是有隐情的 因为这么多年放不下一直待在那里 也并不是说靠这个养家糊口 因为我爸妈都是有退学工资的 我放弃国土局的工作 一是为了女儿 第二就是离婚那一段确实就是自己很封闭 就是也觉得没有爱情呢 就肯定要把事业来搞好 你是想留在那个地方 争口气给那个男人看吗 也不是 我们没有离婚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带了很多学生 我们有学生有考到北京爱年舞蹈学校 解决学籍的 六年级就考到武汉院学院附中的 都是我自己带出来的 你是因为对于那些孩子觉得 他们正好已经交到了这个份上 我不能够耽误孩子的前程 所以必须得留在那个地方 继续培养他们吗 我如果把国土局工作辞了 然后我又把学校也不做了 然后回到自己当地 我从头再来很需要勇气的 这是一个未知数的 而且我的学生也在那里 我事业也在那里 我仅仅就是说 我多抽出点时间把国土局工作辞 就像现在一样 上完舞蹈课 我哪怕就是说 今天的星期天的舞蹈课上到六点 我就会年夜开回去 跟孩子睡在一起 我每周一开车回去陪孩子 陪到周五 周五又开车回衡阳 周六周日上两天课 甚至就是进舞蹈课堂 很多四年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这几年都是这种状态 我当时做学校 也没有想过学校会做得有多好 有多少学生 仅仅就是因为热爱 后来因为就是离了婚嘛 也想看女儿就把工作死了 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 就是做学校 开第二个学校的话 我们都是留少儿童多 没有存在是为了去赚钱 来开这个学校的 第一个学校做得挺好的了 我们就往里面 开的学校比较远 觉得那边没有 需要一个这样的舞蹈学校 我就去上课 我当时是不情愿去的 就第一天去 我还跟我姐讲 我姐开车陪我去的 我说这家学校真的很偏远 要我每天这么坚持 我不一定做得到 然后开过去第一堂课 因为没有这样的舞蹈学校 孩子很爱这种课堂 他就下课跟我说 他说猪妈妈 我能不能拿你的手机 跟我妈妈聊个视频 因为我妈在广州工作 过年才回来一趟 我就肯定欣然接受 孩子一打开那个手机 就哇哇大哭 他说妈妈 你在那边 我好想你 你在那边好好工作 我在这边听奶奶的话 跟着猪妈妈 好好学跳舞 那一瞬间 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 后来学生也越来越多 放不下 因为自己的青春 自己的付出都在哪 那你觉得你现在这样的奔波 和之前就是 没有办法这么多时间陪孩子 孩子的状态有变化吗 一年级班主也想讲 孩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但是就是通过老师 跟我们自己的努力 现在孩子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都是班上的班长 学校的大队干部 还接受央视各种演出 今年又凭全国先进少先队员 市集新时代好少年 孩子现在是很阳光的 今年也准备考音乐学院附中了 舞蹈专业 今天就是你的姐姐来我们节目 其实就是她说 她特别希望 你不要再封闭自己了 好像现在你把所有的时间精力 全部放在工作上 第一对家人的陪伴又少 第二呢 自己又不愿意找男朋友 想问问你自己 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就是我不想去打破 现在这种幸福 虽然孩子肯定人生是有遗憾的 这种遗憾 是无法去弥补孩子的 但是就是在遗憾中 现在这种家庭氛围 就是还是很好的 我父母会说起来 就是女儿还是很优秀的 就是又能兼顾事业 又能照顾我们 我就是说现在不想找 是因为它是个未知数 我怕再次给他们带来伤害 也给自己承受不了这种伤害 就是我们都理解它了 您怎么不理解呢 我觉得就是过去的事情 应该选择放下 现在孩子真的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优秀 他是在变好的路上越来越好 我是意思孩子就会长大了 长大了会更加有自己的生活 我就是希望他找个伴侣 就是敞开心扉 打开心结 我觉得他不找 是因为还没遇到 对 如果真的有爱情的出现的话 他的心扉 会随着爱情的来临而打开的 如果缘分到了 你自己不主动出击 他也会找上门来的 可能会通过 就偶遇啊 或者比如说吃饭啊 或者等等之类的 可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来碰到那个 未来能够跟他携手走的人 我孩子很难接受到 我孩子现在是这个心结也没有打开 他觉得自己没爸爸 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接受 就是说有个爸爸 因为怕我们再结婚又会再养 孩子自己很纠结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打开这个心结 父母会因为疼爱您 所以对爷爷奶奶充满了怨恨 就是老人会给孩子 不知不觉中种下了恨 和种下了自我厌弃 所以我特别心疼他的女儿 我觉得在女儿即将要离开你们 到其他地方去上学之前 我就要帮女儿打开一个心结 把这个恨的种子给他扒除掉 因为在你心中 这个恨慢慢在消失的时候 我觉得你也有义务 要让女儿心中这个恨消失 对 离异不可怕 单亲不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我是被厌恶的 且我是导致我的母亲不幸福 和我的母亲和父亲离婚的因素 就是得把这一点给他纠正过来 不原谅是我们的态度和坚持 但恨就不要了 你会把这个恨传播给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家人 影响他们的情绪 暂时现在这状态 不记恨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 因为女儿才不记恨 我这么多年 每次看到女儿 我从来没有恨过 但是我是放弃了所有 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想了自己一路走来 我真的就是在离异的那几年 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也迷茫过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工作 事业都在这里 我回去一无所有 孩子又离婚了 我当时也确实因为小 没有勇气 然后我确实也是想 在这里扎根 做出自己的事业 不想让别人看别的 女儿她没有办法说 完全理解你的这种感觉 她只会说 因为你们婚姻的失败 然后在自己内心 种下一颗种子 就是自己是被嫌弃的 如果能够帮女儿 把这个恨拔除掉 对她未来的人生是好的 就哪怕 我们用哄骗的方式 告诉她 其实她们心里是爱你的 她们也知道 自己当年错了 只是成年人或者老人 不知道如何道歉 她们就婉转地 希望我能够把 她们对你的关心和爱 能够告诉你们 我们很派她 因为缺爱 所以出去去找 比年纪大很多的男人 谈恋爱 没错 因为缺少性别上的 被认同感 我不以我的性别 为骄傲的时候 她很容易会走偏 越大越偏 这个是妈妈控制不了的 是的 所以必须得调整 是的 而且她会在恋爱当中 放低自己 她会觉得 在任何一段恋爱当中 她都不配得到爱 对 如果哪个男人 对她稍微好一点点 她又会觉得 哇 她好爱我 但是突然发现 哦 原来她对我的爱 是跟对所有的女人的爱 是一样的时候 那她恋情会受到 很大的伤害 是的 就是孩子 因为现在是 六年级了嘛 十一岁了嘛 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不知道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愿意 跟她父亲 再有一次个通个电话 哪怕是录个音 让她给女儿听 都是加油 哪怕你准备个小礼物 给女儿说 这是他们看到你 然后给你买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帮着女儿 跟过去和解一下 她这一辈子都没有听到过 她的爸爸说 我女儿要结婚的时候 我的心难受了好久 觉得我生活失去了好多 你再好再优秀 她的爱里缺了一大块 光靠你一个人填充不了 妈妈给你的爱 再细腻 但没有爸爸 在关键时候告诉你说 我爱你 我永远支持你 不要结婚 你就是我的小姑娘 没有爸爸的肯定 你能有今天吗 所以哪怕是编 哪怕是骗 都得想办法 让女儿找到 这一份安全感 有很多女性 在恋爱当中 为什么都是弱势群体 她为什么在恋爱当中 那么容易遇渣男 那么容易受情伤 就是因为原生家庭 她当中缺少了 一大部分的父爱 对 一定要告诉孩子 他们爱你 他们现在不知道 怎么道歉 他们婉转地 用他们的方法 在表达爱 比如你买一束花 送给孩子 就是类似于 这是你爸爸送你的托 我带给你 然后你也可以 把女儿抱着花 拍张照片 发给你的前夫 告诉他 女儿想收到一束 来自爸爸的花 我替你送了 我告诉女儿 这是爱她的父亲送的 我觉得这比对她呼喊 或者谴责都有用 让她自己反思 让她自己看着 这一幅照片 自己想 最痛的 莫过于良心发现 和发现之后的内疚 让她自己内疚 一辈子去吧 怎么样 是不是今天觉得 来了我们节目之后 心一下打开 觉得世界豁然开了 对 就是不要跟自己去死磕 对 就是眼观 看长远一点 对人生苦短 就是过去的就让她过去 就是不要把这种 不好的事情 带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然后带给孩子 因为孩子 确实是最无辜的 不要再让她去 承受这个不开心的事 好了 非常感谢二位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 我们的认真的倾听 帮你们打开了 心中的一些心结 牵着姐姐的手 一起去开启 属于你们的幸福之门吧 我们呢就是认识有十几年了 我就希望她能打开这个心结 找一个伴侣 我就是说现在不想找 是因为它是个未知数 我怕再次给她们带来伤害 也给自己承受不了这种伤害 很高兴来到 幸福来敲门的栏目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我们以后 打开心结以后 可以过得越来越好 自己未来的人生 像这个 你今天功劳是最大的 就你的一番话 我瞬间能看到 就她的眼睛当中放光了 她倔强地留在那个地方 一定是为了想证明点什么 或者是有口气 有个结 她就是处在那的 她得把那个给打开 对 但是一提到女儿 有了这个软肋之后 她可能就会放下很多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就是恨我们要放下 我们来看接下来这封信 信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原生家庭的不幸 导致我性格的大变 我讨厌那个人 我恨他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发现 我的身边人 并不能给我所想要的 我想逃离这一切 每当我总是自己 开始有一点起色的时候 就又被打回了原形 我现在该如何示好 应该是原生家庭里的 但是她没有讲清楚 这个人是谁 所以我们得请 我们的主人公上场 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小昌 欢迎她 你好小昌 请坐 你好你好你好 请坐 就是你恨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呀 我先从我小时候的 家庭生长环境来说吧 就是我从小啊 生长在一个 单亲的家庭生活中长大 在我的记忆当中 一直都是母亲姥姥这边 我的父亲就是 很少见过几次面 我唯一记得的那几次都是 我父亲第一只烧鸡过来呀 或者给我买两袋薯片过来呀 就是每次在当我父亲想要跟我妈复婚的时候 我妈都不跟我爸去复这个婚 有时候小朋友开玩笑嘛 就说哎呦你这个没爸爸的小孩啊 去刺激我 所以我就从小我就到现在 我就是很纳闷 但是为什么我妈不跟我爸爸复婚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你有问过妈妈 你为什么不跟我爸爸复婚这个原因吗 我问过 但是我妈就是一直在搪塞着这个问题 就是从来没有很明确地告诉我 为什么就是不和你父亲复婚 那个时候您多少岁呀 我母亲和我父亲是在 我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离婚了 我觉得我妈既然给不了我想要的幸福的家庭 当时呢我就去认了一个干爹和干妈 也是之前工作之后上班嘛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的工作单位离我和我母亲的那个住所挺远的 有一次呢那个干爹干妈 他说你来我们家吧 来我们家咱们一起吃个饭 吃饭的时候呢开玩笑地说 那我认你当干爹干妈吧 他们说行啊 我就认他们当干爹干妈了 那个时候就是才知道真正的有家的温暖了 妈对你不好吗 不是不好 因为可能是单亲家庭生长的孩子 可能会都想得到那种爱 而那种爱这个家是完全没有给过你的 就是即便是我妈像父亲一样 对我就是又当爹又当妈 但是真正的父爱是没有的 像我平时夜里洗完饿 我那个干爹总是半夜起来给我炒饭 但是我妈也是对我好 但是她的那种好 而不是这种真正的对你的那种爱 我觉得 妈妈对你怎么能不是真爱 她毕竟怀胎十月生下你啊 您觉得您想要的母爱是细腻的 待在你身边能够给你照顾 饿的时候给你做饭的那个 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每次我想寻找这种爱的时候 我妈总是拦腰截端了 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庭 我回去冷冷清清的 只有我和我妈有时候 就是连个真正的温暖的去饭 都没有时间坐在一起 一家三口去吃这种东西 你可以自己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啊 现在还没有出女朋友呢 你出的女朋友 你妈妈满意吗 之前的时候 我出过一个女朋友 一米七几的大高个 就是染了个黄头发 她在我们家敲门当当当 我妈从猫眼上看见是她 不让她进 跟她说 你跟我儿子根本不合适 你们俩根本没办法在一起 我女朋友当时又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赶紧回来吧 来你们家一趟 她说我在楼下等你了 我当时听着语气就不对 然后结果我回去的时候 大冬天呢 她又在外面冷冷地站着 然后跟我说不合适 咱俩分手了 后来我们俩就分手了 因为这个事情 你有跟妈妈求证 这个事的过程吗 这个倒没有 我觉得你信一个外人 都不愿意去 向自己的亲人求证一下 这件事情的真假 对妈妈是看来 是有很大的误解 甚至可能有恨的程度在 对 我们这样 我们请出妈妈一起聊吧 来 有请长妈妈 您好 请坐 您真的在她小的时候 一直都不出现 都是由舅舅和您的妈妈爸爸 来带她 我一提这事 我非常地激动 那只搞对象非常地好 结完婚以后呢 这就圆形毕露了 天天地喝大酒 从早上起来 一直到夜底就喝 喝完之后她折腾我 我就把这件事情 就跟我父母说了 父亲当时就果断地 让我跟他当时离婚 那这刚怀着他是四个月 母亲就劝我 母亲说的 成了一个家不义 生完孩子以后 看他的表现 生完孩子以后呢 一百天 当时那这儿的平房嘛 院里很破 下雨 阴天地骂着 屋里都渗水 她母亲也不管我 生完她以后呢 到家以后 我娘家 三哥三嫂子 一直就管我 到一百天 我一看实在是没法过了 这么着呢 我就跟起诉离婚 断了以后呢 一直呢 我就带这孩子呢 就回娘家了 毕竟还是无辜的 我把孩子要过来 因为妈 她喝大酒 我说就真的 我对孩子很愧疚 就说妈妈 年轻的时候 我既然离婚了 我必须干出来 我的一番事业 我自己又想 努力地去挣钱 我就把孩子 一直搁在 我妈妈哪儿 我是住平房 妈妈在十号院 哥哥在九号院 就对门嘛 就是当时那时候 我做生意嘛 买牛杂 她天天从我摊 这么过去 蹬着山轮啊 山轮里头 搁着一个大木盆 大木盆里头 搁着打成水的那种气球 天天在那儿 就是等于摸我那种感觉 你穿戴干净点 无所谓 穿着跟破衣拉沙 我心里又感觉 又疼得红 毕竟我俩有一场夫妻 有她牵连着 来到我家以后 我卖杂水 卖毒 天天给她带呀 妈拿走 有一次她就来了 上我们家 给孩子买点小零食啊 要求跟我复婚 我跟她离婚这么多年 我自己带还要 我等你 冲着孩子 为一个完整的家 对不对 来找我妈也没有 奔文没有 要房没房 要地儿没地儿 这么着我一看 我你别找我来了 我说的 我不跟你复 您是觉得 她过来的时候 不是很诚心地 跟你复婚 对对对 不只是不诚心 而是这么多年来 人没长进 甚至会怀疑 她来复婚的动机 都不是因为爱 为了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而是来混吃喝的来了 对对对 所以您儿子 在从一开始 就有了误解 他也并不知道 妈妈其实 也是给过父亲 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来看能不能 把这个家维持下去 我再求证一下 一件事 就刚才儿子说到 说您把他的女朋友 给赶跑了 就因为女朋友 染着黄头 这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搞得像 很正常宝贝 到一定年龙 年龙 妈妈也很支持您 作为一个女同志 必须得谈谈正正的 规规矩矩的 她那种抽着烟卷 沿着黄头 不是门当户对 所以我们要搞 我就当场 就可以拒绝走 我说我儿子没在家 请你走 我觉得就是 女孩抽烟 都很正常了 现在当今 她不应该用这样的行为 去面对您的母亲 对 那是一个基本的 礼貌性的问题 为什么您回来 不问问妈妈 为什么这样 对我女朋友呢 我觉得当时就是 我女朋友 已经既然跟我说了 这个问题了 我女朋友 不会骗我的吧 那你妈会骗你是吗 就是您养了一个 心里只有外人 没有妈的 这样的一个儿子 心凉不凉 凉啊 年轻的时候也没对孩子 那这干嘛 天天不找家 就是光寄托在母亲身上 和三舅三舅妈身上 我一直都非常的愧疚 所以呢 现在她大了呢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可是大了以后 她还是觉得 您给的爱不够 二十多岁的时候 还会因为一对夫妻 给她做了一碗饭 她都觉得感动得不行 这干爹干妈 是怎么认的 之前是什么关系 怎么认识的 就认了干爹干妈 之前就是同事的关系 最让我就是烦的 那次是什么呢 大年三十那天 我干爹干妈 带着东西来我们家 就窜门了 我那天呢 晚上我就没有和我母亲 去过这个三十 我就去我干爹干妈他们家了 我自己在家过了 然后初二那天 我们就有同学聚会 我妈带着我三舅 我们家一家的亲戚 不回家过娘家 她去我干爹干妈他们家 去闹去了 就是去找他们理论去了 为什么把我儿子夺走了 她去找完人家 扰乱了人家的生活了 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咱们别再联系了 你妈来我这儿 大吵了一下 以后你好好 跟你妈过日子了 但是具体那天 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 然后最终 我没有办法 再和人家在一起了 我没办法再去认这个 干爹干妈了 阿姨我问您 您去人家家闹的原因 是什么呀 我自己别扭啊 为妈有亲妈妈 你上班也见干妈去呢 我管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 有一天初二 我就带着我姐姐 我就找他们家去 那之前有跟儿子 电话联系 问他在哪儿了没有 有 也有过 儿子说妈妈 今天我不回家了 在干妈家住了 我你别去呀 我你回来呀 你光打那 住室叫妈呀 对不对 妈妈住家吧 那妈妈去那 说了什么过分的话吗 当时我带着我姐去的 到那儿之后 我就说 从今开始 不许让我儿子 跟你们联系 她说好的好的 到最下室 我牛点我就回来 从那儿开始以后 可能也你住家 给她打电话 那意思 你妈妈找我们来了 你也别上我们家来了 跟你妈好好过日子 你觉得这事 对你的伤害特大是吗 就是每当我想寻求幸福的时候 她不让我寻求 那就算了 当我想要爱情的时候 她也不让我要 那也算了 那我就去做生意吧 她还是阻拦我 因为我们家之前 从八几年那时候 特别有钱 和以前算是现在的那种 富二代 我就觉得我们家挺有钱的 我说妈 你借我来一百万 回来我还给你 她就不给我当时 当时我姥姥给了我一间房子 是由我大舅来保管的这个房子 我就摸我大舅 我说大舅 你受累吧 把那房子卖吧 我得那妈干草食 我大舅说不行 那你老了 我给你保管 那你能做卖就卖的 我就天天摸我大舅 然后就拿这一百万 就干了四个超市 然后一个餐饮 还有一家房地产 82年那时候 我母亲干麻烦的时候 家里很有钱 给我们俩俩了一套房子 当时她非得要卖 我那时候 姥姥给留的遗产 你这是给咱俩俩留的 对不对 咱俩虚数啊 对不对 要房没房 要地儿没地儿的 我说现在干麻烦挺不易的 再说从八几年那时候 省吃俭用 你姥姥存下这点钱 没想到呢 她非得逼着 我要我这一百万 最后呢 我也没借 我跟她爸爸离完婚以后呢 我四个哥哥 一个姐姐 非常的就疼爱了 我母亲给我这房 大舅一只就在把关 怕她卖了 她就天天摸她大舅 就说这一百万呢 大舅呢 东臭七臭 最后给借这一百万 房子卖了吗 房子卖了 给完它以后 开了四个超市 和一个餐饮 这四年以后呢 赔了将近一百多万 因为就是我干超市 还有那个餐饮的时候 整赶上当时的那个 特殊时期 然后就赔了一百多万 现在还好些吧 那给大舅的钱 还上了吗 没有 大舅就是 我连我大舅的最后一眼 我都没看见 没看见过 当时我不开了个餐饮吗 我有一帮朋友 就说 在你这儿再喝点吧 我说行喝就喝吧 喝着酒时 我就跟他吵起来了 我大舅就给我打电话说 你快回来吧 我追不寻寻的 我说我不回去 我说我又跟我妈吵架了 结果我就订几票了 我走了以后 我大舅在家 等了三天 那口气都没咽 就为了等我 我这辈子最大的一半 就是我没见到 我大舅最后一眼 就是看见了一个视频 完事儿 我想从我去的那个地儿回来 可是我回不来了 我 等我在回来的时候 我大舅早就已经入土了 您是因为自己的任性 所以导致不能够见自己大舅最后一面 那么还因为自己的任性 做过什么样的一些悔恨的事情呢 我从小就是特别害怕黑 有一次我身边的朋友就没有陪我 家里没有人 我就在家喝闷酒过 喝着喝着的 突然我妈回来了 当时我喝得鸣鼎大醉 我根本不知道是我妈了 就咱们做饭用的一个工具 我就抡过去了 但是我妈的第一反应 是一把紧紧地把我抱住 儿啊你看一下 是我或是你妈 那次我才知道这是真正的母爱 当时我直接给抱住 抱住当时他给我推一下 我就从三楼一直滚到楼底 后来以后我自己就说 妈呢 毕竟他喝点酒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有时我那边坐马上 有时我不回来嘛 孩子自己在家 有时同学陪伴他 在一起睡 或者偶尔我回来了以后 他躺床上 或者我躺沙发上 半夜就是有一种 就是特别害怕的那种感觉 啊就叫一声 我就起来 我就退了 宝贝 我宝贝没事 就是有一种 就是也有关系 跟我这个家庭这方面 毕竟也是从小没有父爱 真别再老拿 从小没父爱当回事的了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在妈妈努力经营着一个这样的家庭和舅舅们 舅妈们 姥姥 集体给你爱中 你都感受不到爱的话 是你自己幸福感缺失 一个幸福感缺失的人 走哪都是觉得自己不幸的 你的心里头永远欲喝难平 所以找出一堆的理由 怨天怨地怨一切 你做什么了呀 你那么爱家的感受 请问你在家营造出家的感觉了吗 你吃别人给你做的一碗饭 能感动得感激涕淋 你至今都觉得念念难忘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我赶快回去 给我姥姥做碗饭 给我大舅做碗饭 给我妈做碗饭 你都有做吗 你现在的事业怎么样 现在在干嘛 现在的话就是在家待着 然后我妈就天天跟我 肥带让我去 一个店里蹦蹦蹦去 我去不了 我嘎妈就咱家 那么火爆的生意 半个小时就卖完了 我说我去嘎妈 我根本不用去 要是我妈一直倒倒倒 你过来一趟过来一趟 然后我才去 那就相当于你没有工作呗 对 三十岁了不应该 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了吗 我们觉得我们家那个店 不需要我干什么 就是我母亲自己 就能在那儿盯着了 或者嘎妈 那这样我们给你看一下 妈妈到底是怎么一个人盯那个店的 来 罢了 哇 哇 哇 下回来想吃牛肚再回来 这一天核酸药结束了 这哪一点像是一个富二代的家庭 真的是寒风里来寒风里去 从早到晚这哪是半小时就搞完的生意 你们家有的真的就只有一个勤俭致富的妈妈 和祖上留下来的手艺 如果你不看这个视频 你可能永远都觉得你们家那个店里面的生意 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觉得很轻松 店里不需要人帮忙 你知道刚才画面里面有多少需要帮忙的地方 和帮忙的身影吗 大冬天在外边 你看看妈妈的手 你看看妈妈的关节 半辈子 大年轻就干 行了别哭了宝贝 后半生我希望你好好生活 知道吗 你也年轻 以后的道路还藏园子了 好好努力自己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他一年也不应该再这样灌着他了 就是我觉得您心里一直是有亏欠的对儿子 这个我们理解 您也觉得自己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觉得年轻的时候把孩子扔给舅舅们管 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所以现在就浇灌他 三十岁了 他如果到现在都没有顶天立立的本事的话 说句不好听的 有一天您不在了 他怎么活呀 就是我父亲这点麻麻 穿在我们身上的第三代 现在穿在他身上是第四代了 他肩子想穿我父亲这种麻麻 现在每天夜里脱货去呢 半夜一点走 我每天都带着他一起去 您先让他从打杂开始做 对 他这个毅力没有的 您让他早上六七点起床 往店里面走 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 他绝对坚持不了的 你妈妈会记得 你夜里会怕黑 你会做梦 你会叫 而你的妈妈会立刻起身问 怎么了宝贝 一个女人永远在给你叫着宝贝的 你怎么会觉得她不给你爱呢 一个女人永远在外忙碌 在外工作着的 回到家那么疲惫 还要盯着你 你怎么会觉得她心里没我呢 你的家里真的什么都不缺 你缺的就是 好好地感受你家人们对你的爱 你拥有的爱 已经比好多孩子都丰沛 做一个幸福的人 有幸福的能力 你就能做出来 让我们所有人 接着去吃第四代 未来第五代的幸福的牛杂 如果没有咱们这个节目的话 我也不知道 你是那么的辛苦 从现在开始 就像这位老师说的 从打杂开始去做起 从真正的去 你跟我三舅去上货的时候 我陪着你们去 怎么样去收拾东西 我去做 从一个打杂工开始 而不是再像一个孩子似的 三十岁似的 每天在家待着 只知道自己家里生意好 却什么都不干 不能在那样了 那今天来我们这里就是成功的 能让你看到母亲背后的辛苦 能让你看到 真正妈妈在工作 她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身体 撑起你们的这个家 怎么样把你抚养长大的 你还会觉得那一碗夜里的蛋炒饭那么香吗 没有 我觉得就算打开房门 就我妈一个人 在那等着我吃土豆腊子 也是最幸福的 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爱 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家 好 那现在母子二人 共同走向我们的幸福之门 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每次我想寻找这种爱的时候 我妈总是拦腰结端了 那是干嘛天天不走家 就是寄托在母亲身上和三舅三舅妈身上 我一直都非常的愧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